上次那些十八格格回到自己家,就拿張媽媽來開刀了。 她問張媽媽,我自小就喝你的奶大,你都當你是菩薩那麼厲害,你對我又怎樣? 張媽媽已經驚到馬那麼叩頭了,格格恩仲如山,老婆子又怎能當得起菩薩呢? 天地良心,我愛惜你,更愛惜自己的親生女。 那我不知道,我就知道,我叫我的男人進來住一晚,就要給你銀子,還要做賊公民後門靜靜打進來才行。 否則,你就這樣當面勸我,知道廉恥。 前頭你不是還說我,沒有男人做不成人嗎? 對,我還說離不開男人。 連聖人都說了,食色聖也,你生了多年的死寡,所以你也想我守生寡,對不對? 我今天就放了皇上的旨意,處置這些家務,畫眉,恩哥,真是。 畫眉和恩哥兩個上訪的大丫鬟,平日受眾張家的排斥。 你這時真是容光換髮,吐氣揚眉。 走前一步就說了,主之千歲有什麼指令呢? 其他那些丫鬟這時都醒過神來了,一個一個劣手劣腳蠢就發威了。 只見十八格就愕頭愕老那樣說了。 我的說話不是指令,不過在這個家從今天起就由我作事。 叫你們兩個的男人去額婦婦,請額婦即刻回來。 第二天後面的事就由你們兩個打理。 外面的事就由你們的男人打理。 被那些就懂得看張媽媽面口做人的頭,一路趕走。 另外叫那些人,照我先頭的吩咐撿屋,被一遇走菜, 今晚和你們的額婦婦接風。 嗨,明白。 還有,開張十七歲以上的丫鬟名單出來, 看婦女頭哪些家丁登對的就配給他們成親。 由女的選男的,嗨。 十幾個上火丫鬟聽了,又醜又開心。 尾十個嘴在心裡一味以偷笑。 十八格就拿眼泥絕驚到牛殺的張媽媽,突然哈哈一笑。 哈哈哈哈。 張媽媽,我這樣做是奉了皇上的御子, 不得已的事。 其實你都知道,我個人平時很臨善的。 照旨意,我本來可以抄你的家,看看有沒有我的東西。 不過,得搖人處,且搖人,何必呢? 喏,你拿了這一千兩銀子,帶你張家的人回鄉下,等他們侍奉你。 享下清福,那就好過在這裏跟我操勞了。 唉,你都不要想那麼多了,你還是我的奶媽。 我什麼時候都會記住你的。 回去吧,有空吧,就出來住一下吧。 謝格格的恩典。 張媽媽就先而後驚,這時就變成心酸了。 哈哈哈哈,都是奴才,不懂事啊。 不要說了,你走啦。 那這邊張媽媽就和自己的人,悔了了,撿包袱,準備走人。 那邊畫眉鷹哥地,就慶聰聰地帶著人來幫公主阿父打掃客廳。 於是,交代帳目的,近屋換房的,清典倉庫的, 唉,忙到七個這麼亂。 有哭的,笑的,單單打打的,吵吵吵吵吵的, 人人都捲入這出鬧劇裡頭。 十八格格見到西客廳收拾好了, 他就帶了兩個丫鬟出去上房, 見額父郭山亭在二門那邊進來,就站定腳先。 郭山亭見到他,走快幾步,在面前就跪低說, 和公主千歲請安。 說完就站起來,好像不聲感慨地看著十八格格, 看著格格的臉都紅了,當著這麼多人, 又不要說什麼了。 入屋先說吧。 他就入屋坐下,見到丈夫還尋規道, 那兩個手按著膝蓋那邊,照舊是以前的老樣子。 我今天爭的就是夫妻二子。 你還這麼奴才相? 又怎麼相處呢? 郭山亭就少少,放下雙手。 職重難返,心有如貴。 有五、六個額婦去了我那裡, 人人都稱讚你是女中豪傑。 以前我的老規矩,一下子就被你破得乾乾淨淨。 看這時候,其他的公主格格都在府內大動乾淨。 那都是皇上聖名,通情達理。 牛啊,你不要看這些是小事。 那些媽媽,有些是皇親角色的家羅, 有些是宮女頭貴人親信。 皇上這一齣護金枝, 搭罪的人多了。 哦,你們紫赤天涯, 重有相聚的青年夫婦就蓄七談心, 一路到天黑。 家宴擺開了, 移酒瓶點紅竹, 夫妻兩個勝出新婚。 那個郭山亭三杯落土, 講說話就多了。 哎呀,說到皇恩浩蕩, 真是一點都不假。 皇上真是一位仁軍來。 不過有些人就不是這樣看的。 我們的那幫額婦, 一走過去就什麼都說的。 聽說, 聽說李親王他們在端端讀讀皇上。 真的? 他們讀了什麼事? 郭山亭整個疾了一下, 從溫馨的柔情物意中清醒過來了。 格格, 那些都是茶餘飯後發牙痕的。 格格,你何必認真呢? 他們讀了什麼事, 又關我們什麼事呢? 當然關我們事了。 正如李先頭說的, 皇上施行人證, 也得罪了不少人。 我今天這個舉動, 是皇上恩盡的嘛。 如果他們打皇上的壞主意, 就會加一條, 秒是祖宗家法的罪給皇上。 我豈不是被賤賤都知道? 怎麼說不關我們事呢? 今天我怎麼打金枝這齣戲? 其實是見過那個娜娜貴妃先的, 還哭了一場。 貴妃說, 你要吵, 我都贊成。 不過外邊這一陣子有些謠言, 皇上就已經捱著整套戲的了。 到時他發火當眾治理, 那怎麼辦呢? 現在連你講的這些話想起來, 一, 就要知恩當報, 二, 就事關自己, 我們不可以揍手旁觀的嘛。 郭山亭就眼光光地想了一段時間才說了。 呃, 是這樣的。 上一陣七姑倫公主家的賀英, 和十三格格的勒塞鴨父, 還有我, 三個人在一起喝酒聊天。 勒塞是十六親王的護衛, 人面都給我說, 喝酒的時候我就說了。 說起來, 我們都是皇親, 但是我連皇上的一面都見不到。 我和他妹妹做了夫妻, 一年都走過幾次。 這樣搞法, 始終有一天, 我真的敢找上門去吵吵大架啊。 勒塞就說了, 見到皇上又怎麼樣呢? 我是皇爺的護衛, 跟著他入宮, 經常都見到皇上的啦。 就只有一個站班廳招呼, 幾時輪到我們說話呢。 喂, 你們知道嗎? 皇上已經和父老爺們去了荷蘭啦。 我和賀英呢, 才知道皇上不在北京。 這時候, 那個勒塞飲到有幾程醉的了。 然後, 到我們那邊咧咧咧咧咧咧繼續跟我們說了。 唉, 你親皇, 聖貝勒他們在京城裡現在搞三搞四呀。 説期務都荒廢了。 再過幾年, 滿人在頭誰是主子, 誰是奴才都很難定啦。 他們生了一班去找我們皇爺,說要請在鳳天仰屋的八旗旗主皇爺來北京,開個會議,以下其母。 我們皇爺那份人你們都知道了,耳仔軟有好人事,就答應了,說那不是什麼大事。 誰知過後,他又覺得有點不妥,就叫了疑親王來,疑親王一聽,當時就丟了腳,埋怨他。 哎呀,紅色幾對腳來找過我,我一聽就耍手兼令頭,十六叔你為什麼答應他? 我只知道雍正四年,我們有幾個叔叔伯伯都搞過這件事。 說是整頓奇墓,招紮鐵帽子皇爺會議,其實就是想在會議上廢了先帝,回歸八旗議政的祖宗家法。 幾個叔伯就為了這件事插錯腳,再也爬不起來了。 我們皇爺一聽就笑了,哎呀,我就知道橫色他們沒有兵權,才敢叫他們來。 而皇爺就說,他們沒有兵,但是有威有望。 朝裡有多少手握眾權的大臣,都是他們的包衣奴才,一教起來誰控制得住局面。 總之到時不幸出了事,就有十六叔你擔戴了。 我們皇爺聽了,又沒有主意了,想叫張亭旭他們商量,又怕張云上書房成了正經事。 自己想說反口的,又說被人說自己無能。 還是二王爺聰明,他就說,你叫橫色他們的老師楊明時來,他們就怕楊明時的。 叫楊明時勸一下他們讀書,不要管其他的閒事。 這件事攤冷了,就會慢慢沒有了。 那個楊明時勸真是厲害了。 聽了我們皇爺的說話,就回到玉慶宮,拿出先帝的聖母記來讀。 所有的皇爺貝勒貝子一路跪在那裡聽,讀了三個時辰。 跪到橫色他們頭暈眼花,一個個都倒閉了。 然後才說,你們有為先帝聖分,干涉政務,要罰。 於是那些貝勒貝子,個個頭頂著本聖母記,佛跪了三日。 不過楊明時後來都沒有再參奏這件事了,寬容了算數。 楊明時死了,如果這次楊明時不死的,就一定會伸奏朝廷,彈劾那些格格。 如果這些謠言是真的,我想其他人就不敢放了。 或許就是這班老少爺哥回舊帳,想搞什麼風浪。 十八格格一路聽著郭山亭說,臉色越來越清白。 他們搞什麼風浪?這些陳年舊帳拆出來有什麼意思? 哼,他李親王還不知足? 要不是先帝和當今皇上好心仁慈, 他早就被廢城樹人圈禁在院子看四方天了。 呵呵,格格,所以說, 升米恩,抖米仇,歷來都是這樣的。 不放你親王出來嗎? 籌禁住,那就沒話可說。 放了出來閒居,他也沒什麼想法。 誰知道升了那做親王, 離皇位還差那麼一步。 他或者就會想, 你這個皇位呢,是從你阿馬那裏得來的。 你阿馬呢,也是從我阿馬那裏得來的。 原本是我的龍座,編譯被你坐了。 你說他憤不憤氣啊? 那什麼叫做升米恩,抖米仇呢? 啊,不就是,你被一升米他救急, 那就是恩德。 你送他一抖,他就有了新的想法。 就要計較了。 你可以被一口, 為什麼被一抖呢? 就是這樣的意思。 公主的心就想了。 這兩句俗話真是至理名言。 好像自己和張媽媽那樣,何嘗不是這樣呢? 只想得兩想, 那個座中又當,當,響了九聲。 已經是害時了。 他就站起來, 似乎有些拿不定主意的想了一會兒, 才說, 蘭花啊! 有個小丫鬟就立刻應聲跑了進來。 格格叫我啊? 我和阿父這時候要進攻和老佛爺請安。 你叫華明恩哥兩個起床, 跟我們一起去吧。 是。 格格, 那兒。 那兒, 那麼說這時候, 那些宮門都鎖起了。 我是一個外神寶貝奇哦。 那兒。 今天吱門正剛批完奏節, 伸張懶腰就說了。 找人去看看皇后,看看是否在慈玲宫還是中水宫,今晚朕就在皇后那裏,話口未完,她今醇微微就進來稟布了。 皇后娘娘剛剛在老佛爺那裏出來,叫奴才過來告訴皇上,十八格格同額府已經到了西華門,說有緊要事見皇上, 皇上,那些宮門已經鎖住,他們進不來。 嗯,我知道了,你先走,等秦玲未出去了,乾隆就起來叫人更衣,除了套在外邊的葡萄,穿了一件長衣,對高無庸就說,叫幾個侍衛陪陣出宮走走走。 高無庸就事後,乾隆日子久了,已經知道這個主子的皮勝,雖然好好相遇,但幾時說話都沒有改口。 答應一聲就出去了,叫十幾個侍衛就事後,乾隆亦不坐繳,步行就出了永巷過龍中門,從西華門出去。 果然也都十八格格夫妻兩個,在石獅子前面,急到藤藤轉,在等候旨意。乾隆就說,哈哈哈哈哈哈,好啊,金支駒馬一起上電練軍,是不是又打起來了? 郭山廷和公主,怎麼都想不到皇帝會突然間出現在眼前的,連門就跪低叩頭,十八格格就說了,半夜三更驚動聖架,實在是有罪。 其實是今天聽了些說話,覺得幾驚一下,日看來啟咒皇上,皇上又太忙,駒馬見你又不容易。 而,我想著,說到底皇上都是我哥哥,就只有我這麼一個妹妹,你這麼愛惜我,不至於加罪吧? 呵呵呵,就不會加罪。 來,張亭玉就住在前面那間屋,我們去他那裡說吧。 於是乾隆就帶了一班人向北走,沒多久就見到前面燈火輝煌,小湖和前面停著十幾乘大轎。 高無庸就想說過去傳指,乾隆看門房裡有十幾個大官,有些是認識,有些是不認識的,在那裡聊天,等候接見。 於是就細細聲說,我們從側門進去,到亭玉的書房見面吧。 高無庸是天天過來傳指的,張亭玉府裡誰不認識他呢? 無庸什麼事就帶著乾隆從東側門進去,有個家人拿著燈在前面大路,去到書房門口才細細聲說,我們相公和立親相爺在那裡見人, 身體路採知會下面的人迴避。乾隆就說,不用了,你們在世外邊,暫時進去就行了。 講完就走進去書房了。 果然見到張亭玉立親就坐在上座,下面就是紀曉嵐、錢鐸、柯貴和尹雞仙, 定了神聽著惡善說尖山霸河宮的事,沒有留意乾隆已經走進來。乾隆就微微笑說,哈哈,大家好忙吧。 眾人轉著臉,見得是乾隆,趕快跪下扣頭,張亭玉就說,萬歲為何爺媽媽入仁臣府邸呀?萬歲有什麼事的,可以照臣入內。 萬歲統領九州生靈,體尊為眾事關舍跡,老臣先鑑萬歲一本。 善呀,想不到是你們幾個,都這麼熟了。 朕的親近臣子,不用迴避啦。 其實沒什麼大事的,朕悶悶地出來逛逛,不驚不覺就到這裡了。 哈哈,朕還帶了一位公主和庫馬來的。 十八家家,你們進來啦。 十八家家和丈夫就對望一下。 唉,留夜來見皇帝,是為了報警,十分機密的嘛。 這裡這麼多人,怎麼說話呢? 唯有一前一後就進去書房, 見那些人用櫃在地上,剛剛想跟著櫃的。 聽見乾隆就說了, 欸,起床起床,大家坐下,有什麼事就繼續說吧。 蛤鬼就鋼著整套說話, 想來找張庭旭素府請求調任的。 見乾隆這樣說,一攻身就先說了。 以前皇帝也說過,張廣氏這個人不好事後, 真是說得對呀。 主支放我的軍中,是叫我學習大兵, 將來西疆有事,可以馬達果施衛國捐區。 張廣氏是有功,官職又大,這些我都知道。 不過奴才認為,他跟奴才一樣,都是主支的奴才,奴才是主支的奴才, 不是奴才的奴才,跟奴才做奴才,奴才就很不服氣了。 哈,他連戲說了十句奴才,但說得極之順口, 以思亦極之明白。 聽到乾隆就騎騎笑了,哈哈哈哈哈哈。 滿人職集標準,你又說文官改作武職, 不挫磨你一下,怎會成棄呢? 主支教訓得對, 不過如果真是挫磨,再嫌我都受得的。 喏,阿貴要講張廣氏的什麼壞事呢? 張廣氏是天下兵馬大元帥,不是野小的。 要知後事如何,請聽下回分解。